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我们现在进来这个九州风扇的展台啊 一看这个金库 他们英文的这个logo已经用他们新推出的这个风扇的灯的装置起来了 其实我最关心的是这款产品 你们看一下这个 国内应该会叫玄冰GT 这个 你看这个灯啊 这个应该是主打灯的一个产品 它跟玄冰400还是有一点就是比较一样 就是说它是四根热关还是四根热关的手机 这个产品呢 其实有一个重要的改进就是关于这个棋片 我觉得你们都有被九州风神的玄冰400割破过手 这个棋片是有加厚过的 所以其实我现在这个手好像不是很容易被割破 那还没破 这边是刚才的这个玄冰GT的这个风扇 然后它和这个灯是有一个联动的 可以通过这个开关啊 我们看一下 这样子 然后换一个颜色 OK 让我们再去看一下这边有一个机箱 现在看到这个黑色的机箱也是刚才机箱的同款 这个机箱同时有黑色和白色两个版本 然后现在这个就是放的黑色的版本 里面装的是一块MATX的这个主板 电源的位置是放在了下面 这个灯 大家可能有留意到啊 这个水冷是这个机箱你买的时候自带的 它是一个船长120 然后呢 这里是一个流速器 这两边的灯光呢可以通过机箱统一来控制 比如说我现在换个颜色 对吧 然后它有没有呼吸 比如说现在是呼吸灯 那呼吸的速度 慢点呼吸 再慢点呼吸 都是可以通过这里来控制的 然后这个流速器如果它还转着 说明这个机箱还活着 如果流速器不转了 大家可以去送修了 OK 我们刚才看完了那款小机箱 我们来看个大家伙 这个机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体积是非常的大 我们看这边三个14厘米的风扇 原因是因为它自带了一个280冷排 那就是这个 然后呢这个显卡它可以这样横过来 但是这也导致了这个机箱非常的宽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正面 整个机箱的宽度大概是要比普通的ATX的机箱多出了这么一节 然后中间的这个地方呢是水冷的水箱 那么整个包括水箱和机器内部的灯 包括说是这里的这个灯哈 都可以通过这边的按钮来控制 你看当我按一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我可以改它的模式改它的颜色 对吧 然后呢水箱的颜色也会跟着它一起来动 按一下 对 所以整个机箱有点像一个鱼缸 接下来是这个内存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这个内存就是传说中的闪电 你们看下这个内存有多漂亮吧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条内存能跟它一样漂亮 太漂亮了 这内存 然后呢这块显卡是可以横置在这边的 就是说它可以让你方便点展示你的信仰 看了半天机箱 然后忘了说最重要的东西了 就是刚才墙上那一大堆风扇 其实那个风扇现在就在这儿 其实这个风扇看起来有点不一样 因为大多数风扇的发光的地方都是在轴上 或者说是在边框上 然后这个风扇你们有没有看到它没有一个边框 它的这个框架 我摸了一下它是金属的 这个光就是在这个框架上面直接去发的 你看它这个扇叶其实它是一层双层的这种扇叶 它跟别的有点不一样 这风扇的名字你们知道吗 它叫魔法师 哦不不不 魔术师 魔术师 对魔术师风扇 它是通过这样一个hub然后来接出来 现在这个手机上面呢已经安装好了九州风神提供的APP 那我们来试一下啊 那比如说我现在想让它发个鸡老子的光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要让它发个绿光 让它信仰一点或者说是原亮一点 那绿色就可以出来 然后我要想让它看蓝色也可以 然后之后呢 包括我想让这个风扇怎么样去工作 比如说现在是安静 那我可以让它转速再高一点 然后最关键是这个东西 你看这LED是可以开关的 然后包括这个灯光我该怎么去调 包括MOOD 它可以选很多固定的 然后说呼吸灯 闪光灯 霓虹灯 然后多色模式 RGB模式 然后包括我想让它的变的速度呢 稍微慢一点就可以 这样 它就可以很慢 然后可以稍微让它快一点 它变的是很柔和的 这个很棒 然后亮度我也可以调暗一点 比如晚上不想让它那么亮 然后我让它暗一点 完全可以 然后我也可以彻底把它关掉它 这个风扇 九州风神的人说呢 大概是在八月份能够买到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错的 好的 刚刚飘哥给我们介绍了许多 九州风神的新产品 那么这个最后这个 最最爆炸的新产品呢 就摆在这里 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叫做Code Stellar 是一个包含四个太空舱一样形状的一个大机箱 它大到可以支持EATX的主板 它这边的一个小舱门里面 你可以装下三块显卡 在这个舱门当中 一二三 三块显卡 然后在另外一个舱门当中呢 这一个太空舱里面 可以装下8个3.5寸的硬盘 或者11个2.5寸的硬盘 你看 这么多的硬盘我也可以供应实 再来看正面 正面九州风神设计了 四个像花瓣一样的形状 它可以在机器达到35度的时候 自动的打开 但是也可以通过软件去调控 不一定是35 也可以是45 55 随便你怎么样去修改都可以 然后中间是电源键 这个电源键也是通过RGB灯来控制的 可以通过你手机中的APP来进行控制 这个非常漂亮的机箱 目前还处于研发阶段 但这样一个机箱 在实际量产之后的表现究竟怎么样呢 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至此 九州风神展台我们也是全部逛完了 敬请期待Computex 2017 其他展台的报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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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